Hello,大家好,我是Sheri 上次在IG匿名問問題收到你們問我 我平時Instagram的照片是怎樣調色的? 用什麼Apps去調色的? 問我可不可以教大家怎樣調色 那今天這條片就是來分享我平時怎樣用Lightroom去調色的 我會用Lightroom的原因是因為 其他已經設定好的調色Apps 只可以有限度這樣調色 不可以把整張照片的每一個細節都兼顧到 加上我做事邊的工作 所以用Lightroom是必須的 以前我分享過一條相關的片 那時候我的風格是比較偏向Tier & Orange 對比色會比較重 還有橙色和藍色的顏色會比較明顯 現在偏向自然一點 儘量都想調成好像陽光的感覺 不要太重的filter 現在的調色重點主要是去黃偏光和火粒感 需要用到的Apps就是Lightroom和Napscene Napscene的作用就是幫局部調整相片部分的光暗 或者是照片的偏差位 例如平衡、角度、縮放等等 調色的話就只用Lightroom 好 現在立刻開始調色了 首先我選了一張在日光之下拍的照片 其實天氣是非常好 也沒有經過Snap scene的調整 即是原相機拍出來就是這樣 我們就由Light開始 因為我喜歡的照片是比較偏光的 所以我會先去調一些曝光的 但就不會太深圳 大概是這樣 在Cose線上通常都有4點 其實紅色、綠色和藍色的話 通常是如果原相拍出來 我覺得不太滿意 可能有些偏黃、偏紅、偏藍 我才會再調整 但一般都只是用白色的 那我就會在斜角這條線上點三點 第二顆點向上推 那它就會更光一點 然後下面第四顆點 我就會向下一點 那照片你現在有色感 會比較重一點 比起一開始 有時候我會一定照片本身的顏色 去調整對比度 還有Highlight 雖然Highlight如果調到很光的話 令照片都會變光 都是我想要的 那有時候你看看天空有雲 或者是光的地方 那你把Highlight調得太高 就會沒有輪距離 那些雲就會白到一片 什麼都看不到 那所以呢 Highlight也要調低一點 Shadow的部分 我會調光一點 那讓照片暗部的位置 不會太黑 然後調光一點 那照片其實呢 顏色看上去已經漂亮了很多 那黑色呢 通常我都會向上加的 因為深色了 就會變成這樣 但是呢 那照片比較淺一點 那照片就會光一點 然後呢 就到了很重要的顏色 是直接影響整張照片的顏色 也是不同風格的變化 那色溫那些 其實如果原相拍出來 已經是我滿意的程度 除非我要調其他 有些風格一點的照片 不然呢 我都不會刻意 再把它偏暖色 還有偏冷色 那就教這個 這個呢 我會喜歡提高 然後飽和度呢 我就會喜歡拉低 因為呢 如果飽和度太高 那照片就會變成這樣 我就不太喜歡 那照片呢 那照片的飽和度 才不會太深 但是呢 又不會沒有顏色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Color Mix 是怎樣把每一種顏色去變呢 那顏色這裡呢 就給大家看回參考 因為我很難逐漢細緻去過 始終因為每張照片 都會有 去不同需要顏色調整的地方 我這張照片是這樣的數值 不代表下一張照片 都是同一個數值 但是也有一個定色的 就是紅色和橙色 通常都會調整最多 因為始終是你整個人的面色 可能現在我頭髮的顏色 所以都會因應每張照片去調整的 但是黃色的飽和度 基本上都一定是向褲那邊拉的 那綠色的話 就會視乎背景會有什麼顏色 可能如果很多樹 或者很大片藍色 很多紅色 那我就會再因應這樣去調整的 因為這三種顏色 如果在背景同時出現 而且有好深色的話 就會很影響我instagram的排版 這樣下去就會很噁心 例如我這張照片後面有一些綠色的 飽和度深一點 綠色就會變成這樣 淺一點就會變成這樣 淺一點就會變成暗綠色 然後這個淺藍色 普遍你動它 其實你們看不到很大分別 這張照片 就算我有藍色也好 它也不是很特趣 因為它的藍色不是淺藍色 深藍色對整張照片的影響也很大 特別是我instagram的照片 藍色和紅色和橙色一樣 都是我經常會調整的 我剛好穿牛仔褲 牛仔褲的顏色就會因為這個藍色而變化 還有背景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隔成這種 向紫色的 整個地面都已經變成紫色 我的褲子也會變成紫藍色 但如果我向著這邊 就會有一點點我以前的風格 但我現在又不是太喜歡去到這麼綠色 所以我就剛剛好去到這裡 就會自然得來 又不會太深藍色 然後飽和度也是 看看你想要怎樣 偏藍色實在太大了 如果我鋪上IG的話 又是一塊藍色 所以我就把它降低到飽和度 等成那張照片 在貼近真實的顏色 也不會太突出 如果我拉暗一點 那整個天啊 整個感覺都不同了 如果這樣拉的話 會令我的人好像是在背景上 所以我不做了 所以我就拉回一點 最後這兩格 深紫色和淺紫色 其實就是 不是很需要整天去拉它 因為我不喜歡把照片 夾集太多紫色的元素 所以這兩種顏色 我通常都會把飽和度拉低 盡量都令到整張照片 都會專注在那幾種顏色上面 太多雜色 那張照片就不會化了 這個步驟最重要就是 去紫和去和 而啡這幾點 通常都是因應照片再調整 但質感就一定偏向加號那邊 火粒感通常是在28至40左右 因為現在我通常都用手機拍照多了 所以我又想把照片 呈現得比較清晰一點 把這個銳化大概調在30至40左右 令到照片的輪廓和線條 都可以清晰一點 因為都知道 上instagram的照片 其實是低了很多 所以我也會在這些位置調整 令到照片不會太蒙 然後給大家看 before after 這個before after 再給大家看一個新的 這個也是日光下影的照片 這個before after 用的原理也是跟剛才一樣的 以上就是我instagram的照片 如何調色的方法 希望可以解答到問過我的朋友 如果大家嫌麻煩的話 可以download我的調色資料 然後再進到lightroom那裡 再根據這張照片去微調 取得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把這條片分享到你的instagram那裡 然後tap我 記得要繼續公開 分享了的朋友 就會把連結給你下載 由零開始去用lightroom 其實真的有點困難 一開始可能只能學懂 如何調整照片的光 未必可以創造到一個自己的風格出來 但如果你要認真研究調色 你會發現調色其實真的很好玩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調色分享的話 網後我再share一些不同的調色風格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給我like和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channel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